對面雲 歡迎冠田啊 八方來客 進來八方 去了 去了玩的客官儘管找我啊 哎掌櫃啊 你這個客廠還不錯啊 戳子塌了 已知道了你面目改色照樣難客 哎不滿幾位客官 簡能先招呼也是我身為掌櫃的直覺反應 哎小店目前 確實出了一點狀況 那如果幫上各位我值得所在比盡心盡力 啊那好那好 他們的省大勤盛 豈不是有件困擾多時的煩心事 不如就請這掌櫃幫幫忙 只是並不老各位麻煩 小力今天不過是仁惡先生有主 再隨著兩位過來的 哇那還真巧 我今天也不過是因仁惡先生有主 才跟過來的 神域你呢 我找朱基奇 啊不得了啦神浪你看你兄弟 看我做什麼 看你長大成才會找姑娘呢 呵呵 會找姑娘有什麼好看 不好看嗎 神浪你覺得好看嗎 仁印裝的仁師兄弟 巨師仁姐 從出此門的陳語兄 自己也大有可觀 嘿嘿 等啊你竟然四兩不千斤 如果拿一個應對 應對進退的綁次 你肯定名列前茅 過獎的 原不如你們可觀 我知道了 找姑娘代表我大有可觀 正是正是 你仔細往後大家付的錢 排隊來看你啊 嗯 幾位可觀感情很好啊 那農小的打個岔 哎你們便是那位豬姑娘 在等的人吧 那姑娘帶了個古裡古怪的小王 進來就要了最貴的天使房 有五倍的價格 都原先的住客 在才住下不久 就有錢滿漢錢來考公告 聽著好像是姑娘先招惹他們 哎呀 可真是的 桌椅仙了 過完砸了 客人也跑了 哎 差點沒把小念給拆了 是不是何方神聖這麼折騰人 五倍價格的天使房也不無效果 嗯嗯 啊罷了罷了 那位姑娘臨走 留下了字條 指名給他的夫君 幾位 呃 只不知誰是姑娘的丈夫 哈哈 等一下 我可以搶走嗎 我可以搶人家的伴侶嗎 算了先不要 沈浪你看看 呃這位沈公子便是豬姑娘的夫君 還到說掌櫃了都查閒觀色 想不到臉跟大木頭都看 看出端倪了 你還看不出來 慚愧 找見這位客官玉樹林峰 儀表當場 似乎有眼不是泰山啊 神啊是豬琪琪的丈夫 琪琪只是縮小而已 這女兄不用在意 我不在意 不是想靠這支條 找你找到他 哎拿去 快看吧 哎 我還得收拾這個查安局 難得一見 不是東西 真心腹流水 我知道了 向北追 有何可知要往北去 不是東西便是南北 縱光江湖 流水超難得多 向北卻只有一條 你學小弟向北定能吹上他 臭丫頭 把你這小子 本姑娘就看不慣有些人 對著群蛙蛙作為作服 想盡了當師父的派頭 但我只是那個 那點不值錢的破把事 說些別的也罢 不許羞辱本門武功 那算什麼本派 三兩下就被我弟弟豬八給挑了 嘿 你弟弟厲害 誰厲害 那他人呢 不早就跟著你帶來人跑了 你還在說大話 哼 先和老頭聯合欺負一個怒女子 休也不休 有本事就叫江湖規矩來 你年紀輕輕 跑來挑了我們幾把老虎頭到場 才不知羞恥 三弟不用多費唇舌 這丫頭想到江湖規矩來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上 嘿嘿 好好教教她規矩 風年三鳥是武林大前輩 不願自損身份 不如由我們代替這位姑娘 與前輩切磋切磋如何 神啊 神啊你來了 本姑娘無辜被幾個無賴給常商 像都嚇壞了 琦琦 你這脾氣也該改改 可不是 臭丫頭講話沒大沒小 日子論對錯錯便是錯 沒大沒小 不過是藉口 你真的說的太對了 本姑娘錯了 但你們也錯 本姑娘就幹上你們幾個無賴 你 你們又是哪兒冒出來的小鬼 這位是仁義莊來的成語 而我是朱姑娘的朋友 本事無名之輩 哼 無名之輩 與辦了場笑話的英雄宴的那個仁義莊 好 如你們所願 我就來好好教教江湖行走的規矩 好再秒殺他 臭小子 你們到底有什麼來的 贏贏不了 不如劍好就說 好啊 小子耍了硬招還顯板 老小 也不客氣 哼 誰因誰了 老不贏 還拖東西吸賴的 本姑娘可忍不下去 我本不打女人以後唄 帶你們這些欠教訓的小子例外 奇奇 總之小心一點 啊 沈娜 你在擔心我嗎 我太開心了 我會好好 我會為你好好教訓這群老不休的 唉 看來一場混戰 已經無可避免了 干擾輔助 中斷效果 好剛剛好 調理長刀 好 他們 一樣是沒有語音 好 這邊打的到嗎可以 出於什麼淤泥布蘭 哇這個放我好大 老是補血是不是 哎還沒破房哎破房了 好用這一個然後按3劈砍 簡單簡單 秒頭不對 先扯 呸 沒有武德 他說我們把土地全蛋了 看看誰才最後的贏家 哼 要不是花蕾蕾蕾先跑了 幾個招老頭拿來打壓住我 豬七七 你為何沒留住他 你這是在怪我嗎 我在問你原因 那不就是在怪我 哼 等那你說他在成語對吧 怎麼才剛誇他 現在就直接跑來 對本姑娘 事指 本姑娘的事指手畫腳了 七七 陳語兄代表人欲中外出調查 別這麼為難他 唉知道了啦 是我不好 可是沈大 你老是怪我 就不問為什麼 就不問我為不為難 為不為難的 難道是我想放他走嗎 會每次花有些背叛的本姑娘 說什麼有必須獨自去調查的事 我看這只是這天魔說變就變 別擔心七七 我們查清經將面門之事 或許也能知 也能知花蕾蕾蕾為何離開 喔沈浪說得好 你方才可是明明白白的說出我們 那麼本姑娘便尾名其男 陪你們同行吧 等到 你可不許帶討了 哇交入真好還有錢 呵呵 有錢有錢真好 姓華村 因獨門姓黃酒而得名 沒有一個飾飲之人 能拒絕此處的姓華酒 妙郎中美俄脾氣古怪 卻也不例外 痛快 老兄 聽著我幹嘛 怎麼從臉上開了花 啊得了 我知道你才沒興趣聽著條漢子毛橋 你定是看上我手中這壺姓花酒 不錯 那妳可以好好瞧著 因為妳就是瞧到我胡鐵花臉上開花 我也不會分給妳 喂夠了吧 你也在喝這麽多 請妳讓壺姓花酒 又不會少掉壹塊肉 我好生好戲跟妳說 妳可不要不是好膽 要不然我的拳頭 可就沒有這麽好脾氣了 讓壹壺姓花酒給妳們 本來是不會少一塊肉 但我現在忽然覺得身上肉太多了 挺想試試看 妳那壞脾氣的拳頭 能不能讓我身上少幾斤的肉 既然那麼想挨揍 本大人成全妳 小馬 人家就說的不願意 妳怎麼還在無理群呢 大哥 這傢伙實在太囂張了 不教訓一下 他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人家的東西不讓妳 妳就出言恐嚇 一言不合 妳就要動手 妳是強盜嗎 我們本來就 妳在嘀咕些什麽 沒事 這樣大哥要我不做了 我不做便死 確定不做了嗎 妳可以回去想清楚一點再來 反正還坐在這裏 這裏好一陣子 嗯蛋糕 這不能拿 好 所以我應該先跟他對話再去找他是最好的 這五天賣什麽 女兒紅 很貴哦 先不要買 這個可以進去嗎 沒有不行 所以咧 就找他講話 我想商量你的信滑球 用拳頭用錢 那要看你的拳頭夠不夠大了 當然 你不如猜猜 這信滑春笛的這雙拳頭 我扶哪雙拳頭 你扶的是 小馬跟背後男子 我 這三個都是男生 選女生 你扶的是小杏花 欸 你說的不錯 說的太對了 哈哈 在這村裡 誰也不扶 就扶那掌櫃小杏花的拳頭 女人的拳頭 拳頭 光想到這心裡發馬 沒法招架 就像小馬背後那傢伙 才是更麻煩的人物 女人拳頭之後 還有真正可怕的東西 那就是他們的眼淚 小杏花 有鼻在他店內惹麻煩 我可不想惹哭他 所以用拳頭善良的事 們懂沒有 給錢用什麽用 錢 餓了 也不能當販子 咳了 也不能當水喝 在這身上有錢太重 我又不是呆子 才不會要這個玩意兒 你知道了什麽 與你沒得商量 怎麽會沒得商量 你不用錢 也不用拳頭 不用錢 不用拳頭 那當然是用嘴 但你也說過 比起商量 你的嘴 你可拿來多喝幾口杏花酒 哈哈哈哈 當然 嘴 就該用來吃肉喝酒 我來坐下 又痛飲三倍 一切都好商量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就要喝酒了 好 有個人一起乾杯不啰嗦 是他痛快的很 不像那個老臭蟲啊 唉 說話是總是喜歡臭兩句 與他喝酒 簡直掃吸 呃 唉痛快 太痛快了 唉 自我給女人追著跑以來 這是最痛快的一天啊 告訴你 女人要你走 你可別真走啊 女人要你留 你那我真敢留 哇 仔細他剝留你的皮 如果女人要你 要你走之前留下來陪他 那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女人啊 我這輩子只怕 再也休想了解女人 誰弄覺得自己很了解女人 那他一定是個呆子 哼哼 來 再來 你啊 我敲你這張臉 也是個天生要造人麻煩的 給你的中過 什麼麻煩都可以了 絕對不要造了女人 女人的眼淚 簡直比天下最厲害的暗器還可怕 我真的是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了女人 在我面前哭 這是第三杯 對 這是第三杯 我們商量完了 我們商量完了 我在小杏花攤上 還留最後一壺杏花酒 那是你的了 哎 莫名其妙得到了 好的 謝謝狐體花 先問他 先問他 我小杏梅娘 在那坐了許久 什麼你們商量好了嗎 三點好了 最後一壺杏花酒 是我的 既然讓大漢 將杏花酒讓給你 那我必須叫他取來 不要跟我說不見了哦 我會生氣哦 OK還真的不見了 不見了 這壺杏花酒 怎麼會不見了 不要哭 你再找找看 我到底要選什麼 搞什麼 我才跟你輸過 什麼麻煩都可以了 但絕對不要找了女來 你把我的話當屁 轉頭就把小杏花弄哭 我可勞不咬你 我只想用豬繼續打他 但我現在可以攻擊他嗎 找不到他 好 因為沒內力啊 先躲到後面去 裝作夢點 等一下 火鐵花我怎麼拿到 我就問 火鐵 火鐵花我怎麼拿到 他一直說女人很麻煩呢 哈哈 我就這麼欺欺打他 等等 等什麼啊 來啊 只怕你還鬥不過本姑娘 怎麼又有一個小丫頭 啊不打不打 我真是怕了你 磕磕 磕磕 什麼鬼 打得痛快 喝臉痛快啊 要好他又醉倒了 不好意思 是我該先出新處 還沒有平坡為我打一架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如此實力 實在是放著那心話 就本來放我腳背 丟失的不尋常 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的 一個傳聞 說江湖上有隻惡鬼 人無聲無喜把一切帶走 惡鬼 臉明動一時的退影 明朴 手握十二 菜的聯盟霸主 高深目測大專員圓主 只要被那惡鬼盯上 全部都不是他的對手 那帶走除了各方手選的寶物 還有人命 路陽是現在惡鬼 穿入最盛的地方 只因為那也寶物多 人命也多 但這 真的代表其他地方沒事嗎 沒事惡鬼 其實在別的地方 帶走了 把屋很人命 也沒人能活著看見 出大事啊 出大事啊 救命啊 快來人救命啊 陸陽惡鬼 是陸陽惡鬼 被陸陽惡鬼襲擊的 在這附近 對對對 就在這附近 我家補幹的掩護我桃裡 他還在那條林道上 只怕也沉不了多久 陸陽惡鬼就在附近 杏花酒也失洩不久 無論如何 拜託大家出手相救啊 我知道了 你引路 太好了 就在外頭林道上 拜託大家出手相救 等一下 bug 怎麼辦 什麼意思 無理深淵哦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哦 好的 謝謝哦 快快快大俠 就在這裡 哎 哎呦 他們怎麼都倒下了 我不知道你告訴我 跟他過去或許有救 那等等大俠 小子趕緊你丟人新鮮 帶 有些事情或許會 需要先知道 那一堂的一個是我的家補 一個 是放上難路的惡鬼 我的家補身上本帶著一個 十分重要的稱呼 那個袖子豬的 風景郎 而我本來是江南豬家 最受信任的管家 透明秘密 或上此一井 卻 那井啊可說是比我命還重要 無論如何都會照回來 我知道了 天前兩人皆以眉的氣息 也請閣下留步 無需再遷 此處沒有那眉比命還重要的警囊 而說是惡鬼之人 也不過一介江湖草馬 是你 唉 你我本不該再相見 尤其不該是在此情此景 此情此景 此情此景 那兩條人命 與你有關 我 要說毫無關係 閣下就信了嗎 既與你有關 又與你無關 閣下好記性 還記得在下 這方猛虎的說詞 我記得 你也說過 多元的動盪 既與你有關 又與你無關 是 但此刻 更有迫切之事 都在下無法 在那裡問下去 最關鍵的答案 可還在那位主管家身上 我 你也想對我做什麼 我想問你 對洛陽惡鬼 夜半勾火的傳聞 可有了解 最近洛陽城內 還是一隻從不失守的惡鬼 只挑迷門大呼 最重要的資產下手 又仿佛近二十年前 重創江南的梅花道事件又起 洛陽惡鬼卻又比 梅花道更害人幾分 只因他們雖同樣專挑 迷門大呼下手 但梅花道殺人流失 被洛陽惡鬼 向中的對象 卻都憑空消失了 你說的不錯 受害之人 有冥冬意識的退隱名補 所握十二載的聯盟霸主 高升墨車大專員主 見過的知情的 全都消失 沒有一個留下來 沒有一個留下來 但或許有一個還沒帶走 那人並非冥門 卻替冥門辦事 所悉之物 又比命還重要 難不成 是你取了他們兩個性命 你才是乃洛陽惡鬼 在下另有名姓 本非惡鬼 你卻不是第一個 這麼形容我的人 洛陽惡鬼 夜半勾魂 你既非惡鬼 不要擋到 在下雖無意擋到 卻必須帶走這位管家 那是好像要救命啊 在下無心捲入旁人 要委屈管家 肖香舞爵 你這身武功 無招無事 究竟死神何人 這並非沈大俠的作風 卻警示是哪人的 不對 不可能 那已經是太久以前的事 可下身手 叫人佩服 令我想起一名故人 只不知你的思緒 是否一如手腳俐落 代價本是可疑之人 讓主管家所還的秘密 或許也補落你所想的清白 堅持一戰 我相信你 何以見得 你出手 拖踏無心 帶不走了 你可別忘了 身手能夠隱藏 心意 可以改變 但動機 有機可學 鬥羊惡鬼 夜半過魂 職地手段 人選 你無以符合 試探纏鬥 並非你的習慣 除非你要的東西 尚未倒數 不錯 無藥是真相 無藥的也是真相 在真相大白以前 我都相信你不是洛陽惡鬼 但對惡鬼之事故弄玄虛 不足正 不足正你 與眼前凶暗無關 認識 不管你是不是洛陽惡鬼 都可能害了清乾淡雅了 我難免比命還重要的紅頸啊 現在還是不知道在誰手中 這位主管家或許善寫不清楚 但你請來了這位大俠 正好來自注重查證的仁義莊 注重查證的仁義莊 在下這一類人 憑得更重視的是運氣 與對人的直覺 但這位兄弟顯然不信人 只信手中的證據 仁義本在人心 手中證據何以人 何以意 這不免 令在下也感到好奇 各位今日相逢 既都各懷心緒 不如便有主管家 請來這位仁義莊兄弟 來調查離親 來閣下先還原這起奉茶亭 遺案的事發過程 我等再論後期 責案牽連聖廣 如果需要 唯一可提供已知的線索 我也會幫忙 請大俠務必幫我找到那重要的進啊 既然事發不久 遺體上也能找到最直接的線索 建議閣下可由此先下手 好這叫推輪 ok 我這邊都不配哦 ker 然後 古油箱 OK 你看他屍體喔 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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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有黑青 感覺是中毒齁 對中毒 短刀 短刀 包間不見 黑粉垂質 嗯 手印 大漢 哦 碎片 哦 紅花瓣 泥腳印 也是他剛剛躺到紅花瓣上 木棍 包袱 短刀 那是部件 木棍 器官人部件 哦 有結論是不是 不同結論有不同的拯救 紅豆 刺結之土 哎我沒有算 我好像只打一最簡單的一個 嗯 推理中 鴨普的衣桌 歹徒是不是生有一個零線小整 然後管架也有小整 怪怪的哦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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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心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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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短刀缺口 嗯 這個確定應該不用變 然後 賣性小整 然後跟這個 切荷管刀 嗯 嗯 嗯 然後 家族依依依什麼依左 嗯 家族依依的毫無防備 多有可能啊這多有可能 操勞奇整 小人 麥犀小人 等於按過了 金字木棍 他剛剛說金字木棍是跟機關人數嗎 好這個 沒問題 嗯 機關人手臂 按過了然後 然後 脖子掐脖子的這個 結論有兩種 好 我們還好 可以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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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碎片 有好幾種哎 好是這邊可以推結論 哎要怎麼推啊 思考嗎 哎還沒 這是我們的其中一種推論 這樣子就成就了嗎 哎這是另外一種結論吼 自以為只手遮天吼 好這第二個 好這是另外一種 好的另外一種 好這是第四種 配一下贏 我信線索不信任 因為人會隱瞞 線索不會 人無法追溯過完 線索可以 你我各有盲點 但指數的線索 已還原案發過程 要下昔耳宮廷 大俠名長 日常就進去了 快快解釋吧 主家家索 主家家索 是被歹徒一刀刺 歹徒憂 是按阿縣的報道 那頂刀刀刀刀刃 和家不背上的刀傷文 刀筆 也有歹徒抓握 留下的陌路血和 代表歹徒吃刀背洗 殺死主家家索 歹徒隨後也死 甚被一隻大手徒手掐死 主流向武功高降 可疑 但由以下線索得到的推論 可知人不是他殺 第一 小溪下游找到的精致木棍 在朱管家口中 是机关人的部件 形如手臂的木棍 与父亲形态和形 都是机关人曾出没的现象 第二 歹徒颈上的掐痕 与机关人手臂大小吻 两者都布满难以洗去的黑粉 综合以上线纵合之 朱家家伙被歹徒杀死 毫无征扎 最后 机关人来袭 歹徒曾持刀与机关人近身击斩 从机关人手臂留下的纵红刀痕 嵌于刀痕的黑粉 语言用以杀家伙的凶刀断裂 可现已完 最终 机关人掐死歹徒 并对歹徒搜身 导致衣服破裂 若搜身是为寻目 现场已知的失误 只有朱管家的警告 家伙与歹徒的直接死因 致死无论 但还有两条线索 带出更深的因果 第一 家伙的衣着整齐 仅有一伤 他未查危险便被杀死 对下手之人毫无防御 第二 歹徒动手时已被下毒 他身上有剑光发作的慢性毒尘 一样的毒尘 也出现在朱管家手掌上 以上证据 可揭露朱管家一手策划的计划 朱管家与人勾结 合眼语出恶鬼勾魂打劫的假戏 他的家伙对此一无所知 是为布置血案才被杀的牺牲品 治死毫无可 朱管家也对同伙下了慢性巨头 想让同伙事后暴死探方追查无法 但机关人掐死朱管家的同伙 打乱了原定的计划 更因尸身流于现场成为县 朱管家之计 只想让喊来的救命 误会锦囊被洛阳恶鬼抢 他才能趁机私吞 比命还重要的保护 所以他记挂的锦囊 不在别处 一直都在他自己身上 哎好了我都不用赔了 以上就是我的推论 朱管家拿出警了 诶这算什么推论 你找不到奖就算 还你的故事诬赖我 你看见这些线索 虔诚的要命 根本无法用来定我的罪 你觉得这种可怕的命案 是我一手策划的诡计 还一直导致我手上懒得读着 我看你根本是无情无义 满脑子全是阴谋诡计 才会先入为主 认为我也一样陰险 为何你不相信 我是真的累出病了 我是找到拍卖会上的 其他人暗算 你根本不知道 在拍卖会上 你还打点多少 才靠着人脉 把根本不适合的 常见三尊师的 和那沈亿张大夫劝退 才终于标识主人要好东西 便立刻起程 要呼售他回家 而机关人杀人 这次更是一派忽言 我家主人富有奇想 又最新机关之术 但连他都还没成功 做出机关的 江湖别墅 怎么可能出现 出现杀人的机关人 我方才 我方才虽然说过 那木棍的机关人 不解 但他是金氏栏目自成 那料只曾经流行 于王公贵族之间 用于造关盖木 所以那部件很明显就是 来自一个守木用的人友吧 所以你根本就是脑子的问题 我只能看走眼了 还请你查诊案 怎么杀人机关人 什么可笑人一种 我配你这无情无义的嘴眼 我可是一眼都看不下去 一声碎响 朱管家身上 掉出一个朱红色的紧囊 紧囊 你果然也察觉了 阁下这段推论 你在下所料分毫不差 佩服佩服 而阁下说的也没错 在下方才出招 却是他脱了无心 不成章法 一方面自是在下有心试探 另一方面 却真心想领略阁下的情事手段 如今在下的好奇心已满足 比起坐呆管家主动掏出紧 不如用更坏的朱红方式 提格下裂紧棉补之地 摇表签移与静音 这紧啊 你怎么知道它是我丢失的 做好紧啊 你们不只捏造事实 要诬赖我 还想办公事份 想坚持 那么 你不妨打开那紧啊 看看你比你心里还更重要的物品 是否就在其中 论为鉴定词物真伪 需要走一趟朱家 见见你主人 才能辨明你的清白 大家不会推迟 而这位来的人意装的兄弟 为求真相 想必也是一样 就不知 管家是否愿意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与我们返回江南 江南 我们定会把你平安护送到家 美其名书护送 其实你们想压着我 就见主人 比我招供吧 管家 弄你始终行得证 做的纸 又何来比你招供一说呢 我与人意装的兄弟所要的 不过是一个真相 好吧 我承认 这竟然一直到我身上 但正是 承因为他是主人重要的财物 我才隐秘护持 才让他不会被小人给夺去 江湖上满是虚伪的故事 你们这些江湖人士 素行不良 我怎么可能相信 是啊 江湖上的传闻真真假假 有时也死后 连自己都不值得相信 谁又能相信 相信或者重要财物的人 或许才是那个 最不值得相信的小人呢 也罢 管家不妨 沾架下所自传闻 也一并纳入参考 再决定该相信谁吧 传闻 什么传闻 但我料得不差 河下这锦囊 锦囊中之物 可以比命还重要 同时却也不值一伟 因为纵观全江湖千百杂学 只有一种十分骨贺机关术 才用得上那块矿石 怎么知道一面的事 在下曾出入各式危险境地 面对最危险的敌人 在得知事上 有这么一种术法石 能不及毛骨悚难 机关人寻寻 动如活了 无师无想 教父人物十命币的 阁下位江南的诸家管家 又带着这矿石 果然对此术法 有一定的了解 这是我找你的 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 你可能也已经明白了 每个被指认为 洛阳恶鬼来过现场 都会留着数量不一的黑粉 例如这封茶亭 一种可能性 是消失之人 曾接触过这块矿 另一种可能性 是怀有这块矿石的物识 主动接近了他们 你说的物识 代表那或许不是了 或许是某种 十分像人的机关 不错 管家果然是迷你制的 显见今日摄取之人 早已掌握了 那一项传说的秘书 且不想与你分享 管家 迷你如你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可恶 那家伙根本不是一只肥羊 不知把我 他把全路羊全家伙人都玩弄你箍照 大侠救命 而且我不敢赚了 我不想吃 我起了贪业 才算计我的家伙和同伙 那独特那买家 承诺的天家 他要我假装 弄作了矿石 送用我的洛杨二鬼 当借口回报给主人 再将矿石拿去给偏僻 小镇卖他 而那镇上 撑住有一个知名的生命机关事假 我这才以为那买家 只不过和我主人一样 这个满目机关处的狂热者 蛤蛤的洛杨二鬼 我这有他有关 而他现在有跟它 Tabii是 野心 死去 哇 独入行脉 没救了 管家身上竟還有另一種毒 是不屑人士用你控制旁裡的手段 這類控制手法常見 那份他對同伙手下之毒 造成整個概括種種跡象 在下當刻及早察覺 或許尚且有救 但他並不知遲疑選擇的後果 一路火焰風之一 便去多少路主管家這般盲目之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承擔後果 任意庄未回焰風之事奔走多年 未得不也是承擔十年前遺留下來的苦果 已經做下的選擇無法改變 所以留下苦果是好事 留下之物會成為線索 線索會帶來真相 不錯苦果會帶來真相 真相或許能避免更多的苦果 你的作風與我所知道任意庄很不同 但你的言行相反卻還是有他的影子 而且沉入閣下所言 越快找到真相 還能越快停止犧牲 大家隨速來相信自己的運氣 我也深信是件沒有單純的巧合 論我的知覺沒錯 以我表面上追查的不同的答案 這些謎團卻可能與彼此相關 以我的相遇既非巧合 閣下自然也有可能要往棉花草得去 事故矜持偶遇 逐漸人意中不復聖明 希望大家有幸地與閣下同行一段 那麼我再找信花酒 那閣下便找對人了 又讓我梅花草茶 冰花與家影一不可少 梅二選神最無法拒絕的 這是那間小小天邊 外面有小小欄杆 小小庭院 裡面是小小門戶 小小廳堂 當禄的小信花 所賣的小小福的信花酒 拜託我主要想你不要搞這樣好不好 而在下此前 方路過信花村 有鄉手的朋友手上 取了這一壺信花酒 初始嘉營 只要再有一幅名畫 當我們便可由棉花草堂 得到必要的消息 原來是你 就你偷了嗎 唉 在下與小胡是一起找他的老友 他的東西可都算是我的東西 作指他不成那是我的東西 以在下聽他收拾過的大小爛攤 也應當當人其耐了 小小一壺信花酒 換言他做事大手大腳 換作是平日 我只知道他會摸摸饼子 以為自己無意間喝掉了 想不到在下怕給他纏上 但土意識方便 卻帶來如此風波 這樣吧 小胡當到信花村的原因 與我與他一段過往有關 必須由在下親自上口 而紐忌已合作 這壺信花酒 便先加油割下再往棉花草堂 待我打點好手頭上的事後 我會去仁衣裝助你 我知道了 至於主管家 世神或許還有餘毒 暫且別動他吧 一個人幸運 終於還用盤人的不幸來換 但主管家 卻不是個適合走在暗處指的 那我可以碰他嗎 先抽著 呵 萬幸劇毒 五內分圖子 五內分圖子 我怎麼有像情給仙一樣 哈哈哈哈 我們先看錯誤的推論 這邊都不配贏了 應該也是我小動畫吧 應該也是我小動畫吧 超怪超怪 哦後面都一樣了 這個是沒有動畫 當然就是可以拿成就了 這樣子以後那個調查 不是都都會出現這些 有的沒的東西 好這邊既然一樣的話就不看了 好這第三種結論吼 不知道有沒有動畫 豬家家 是被歹徒一刀刺死 歹徒用了 是案發現場的好短刀 內柄刀刃與家仆背上的刀傷紋 刀柄 也有歹徒抓握留下的墨魚血汗 代表歹徒吃刀背洗 殺死豬家家 歹徒隨後也死 是被一隻大手徒手掐死 處留向武功高強 可以 但由以下線索得到的推論 可知人不是他殺人 第一 小溪下游找到的精緻木棍 在豬管家口中 是機關人的父親 形如手臂的木棍 與父親形態橫顯 都是機關人從出沒的現象 第二 歹徒井上的掐痕 與機關人手臂大小吻 兩者都布滿難以洗去的黑服 綜合以上線索可成 豬家家父被歹徒殺死 毫無征程 最後 機關人來襲 歹徒曾持刀與機關人近身擊掌 從機關人手臂留下的縱橫刀痕 嵌於刀痕的黑服 語言又以殺家父的兇刀斷裂 可信以外 最終 機關人掐死歹徒 並對歹徒搜身 導致衣服破裂 現場已知的失誤 是豬管家的警囊 此警囊 因爲被機關人帶 我這邊都一樣了齁 哎呦都有不一樣 但不是很重要 這第四個成就應該要 是豬家家父 是被歹徒背襲 一刀刺 歹徒用了 是案發現場的保短刀 那柄刀刃與家父背上的刀傷紋 刀柄 也有歹徒抓握留下的墨濾血痕 墨濾血痕 來自歹徒手上的毒癡 可見歹徒已中毒 死於毒發痕 處留香可疑 人卻不是他殺人 因為有以下線索得到的推論 可得這背後更深奴謀 第一 家父的衣著整齊 僅有一傷 他未查危險便被殺死 對下手之人毫無防抵 第二 歹徒動手時已被嚇倒 他身上有見光發作的慢性毒癥 一樣的毒癥 也出現在豬管家手掌上 以上證據 可揭露豬管家一手策劃的計謀 豬管家與人勾結 鵝眼一出惡鬼偷魂打劫的假戏 他的家父對此一無所知 是為佈置血案才被殺的犧牲品 致死毫無防抵 豬管家也對通伙下了慢性巨頭 想讓通伙事後抱死他方追查無門 只不過 他的通伙踢早毒發 打亂了原定的計謀 豬管家之際 是想讓喊來的救兵 誤會錦囊被洛陽惡果搶走 他才能趁機私吞 領命還重要的保護 所以他記掛的錦囊 不在別處 一直都在他自己身上 不過這邊少了疾管能 但已經大致上是對了 然後這邊跳過 這邊跳過 然後總而言之呢 這邊的調查真相就四個推論 然後不同 有一點點不同噸化 然後拿個成就 大概就這個樣子 好的 喔 就是那些 同樣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